梁启超败见张志动,被对方一副对联刁难,结果他反江义军。 说到维新变吧,大家都不陌生,这是有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政治改良运动。 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身负才学,但都不是朝廷中人,只得到光绪帝的支持显然不够,所以他们需要拉拢朝臣。 而张志动便是其中一位,张志动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,维新变法自然需要他的支持,于是梁启超就前去拜会。 当他来到张府时,按例先送去拜帖,然后等到张大人传自己进去,不料梁启超的拜帖上出了岔子。 原来梁启超在拜帖墨写,余帝梁启超顿手,张志动看完后很生气, 因为当时张志动已经61岁,而梁启超才25岁,一个后生晚辈,竟然敢跟自己称兄道弟,这还了得。 于是张志动写了一幅上脸,让下人送到梁启超面前,上面写, 批一品一,报九仙谷,狂生无礼趁余地,意思是说我乃当朝大员,你个狂小子太无礼,在我面前趁余地。 梁启超看后,立马写了一幅下帘,行万里路,读万传书,侠士有志傲玩侯,梁启超心想,既然你认为我狂傲,那我就展现心中大志给你看看。 张志动看到他的小脸,于是决定请他进府一谈。 不过张志动心里,对梁启超仍旧没有好感,这个狂傲小子到底是什么人? 梁启超进来之后,两人还没聊起句话,张志动便说,我这里有个上脸,以江夏这个地方为题,我想不出下脸,你要不要来试试? 梁启超不动声色,张志动便亮出上脸,四水江第一,四十下第二,老夫居江夏,谁是第一,谁是第二? 仔细一看这个对脸,非常不得,里面蕴含很深的敬意,四水中长江派第一,而四季中下天派第二,张志动住在江夏,那么谁是第一? 水是第二,四水是指,长江,淮河,黄河,汉水。 梁启超想了想,顿时便对出下脸,三教如在前,三才人在后,小子本如人,何敢在前,何敢在后,三教指,如教,佛教,道教,三才指,天才,地才,人才。 梁启超的下脸队长很功诚,而且以自己为标本,回答出上脸的问题,谁也不敢善第一,也没有谁是第二,相当于反将了张志动以军。 张志动看梁启超那么快对出下脸庭后,对这个年轻人的才学自然非常佩服,但对于维新变法,他还是持有保留意见的,毕竟他是朝中大员,需要考虑各方面的情况。 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变法,果然朝中许多势力反对,最终连此起太后都怒了,于是囚禁光绪帝,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,误须六军子被斩首,而张志动正是有先见之明,没有趟这趟浑水,才躲过一劫。 Zither Harp